我先寫順時 我先寫順時 你不要寫錯 如果教授 我的學生被口試過 如果教授口試你 何謂牛頓第二定律 請你停三秒 想一下 不要說F等於MA 非常的危險 這個F 等於DP3DT DP3DT 來請燒 那還記得嗎 我們在牛頓第二定律 有介紹過這個 只有當質量是定值的時候 當質量是定值的時候 你才可以寫成F等於MA 所以從這邊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陶哥曾經講過 三槓定義是任何情況下都可使用 但是等號兩槓 使用它一定有限制 有條件 所以F等於MA的條件 是質量是定值 F等於MA的條件 質量是定值 那提醒各位 這句中文怎麼講 什麼叫中文 如果你碰到教授 問你 來請同學說明一下 牛頓第二定律的物理意義 你只要聽到物理意義 首先第一步先把公式背出來 F等於F定義為DP3DT 第二步 物理意義就是把公式翻譯成中文 這個F是所有外力的合力 外合力 核外力都可以 P叫動量 分母是時間T 動量P隨時間T 小D數學叫微分 物理叫做微小變化量 微變量 除以時間叫綠 路徑常除以時間叫速率 公除時間叫公率 除以時間叫綠 動量的十變率 有一年大考考什麼 請同學求 腳動量十變率 大家都看不懂 掛了 腳動量十變率 就是力矩 講人話就是力矩 他要你算力矩 他故意不寫 腳動量十變率 反過來講 如果你看到老師出題請你求 動量的十變率 那就是要求外合力或核外力 好 濤哥曾經講過 你只要看到 方程式裡面有小D的 都是指瞬間 為什麼呢 因為DT代表短暫的時間 就是指瞬間 瞬時 那如果你看到三角形的 抱歉 我先寫這個 抱歉 好 如果你看到 來請超 你看到三角形的 是指大範圍的變化量 的平均值 好 大範圍變化量 的平均值 那你們學校課本右下角會寫一個AV AV Average 平均的意思 那我個人喜歡用頭上一槓 當年牛頓啊 去仿造 Hughens的碰撞實驗 碰撞實驗 那從這個碰撞實驗啊 去驗證他的牛頓第三定律 當年牛頓 不知道動量P 因為動量P是1669年定義出來的 牛頓啊 當時他把這個分子啊 稱作沖量 當時牛頓啊 把這個分子啊 稱作沖量 沖量J 所以後來才知道 沖量根本就是動量變化量 沖量根本就是動量變化 那個J叫沖量等一下會講到 J叫做沖量 後來才知道他根本就是動量變化量 好了嗎 所以從這個式子啊 我可以衍生出啊 J 基本上他就是啊 動量變化量 他當然可以寫成力量 乘時間 力量乘時間 好 寫完以後翻下一頁 沖量這個概念啊 同學對他非常的模糊 同學對他的非常模糊 我們翻下一頁 然後銀光筆蜡筆拿出來 那句中文畫起來 做沖量等於輸入動量 做沖量等於輸入動量 我對一個物體撕一個沖量或做一個沖量 就等於輸入動量 那因為動量跟沖量它是向量有方向 數字帶入一定要考慮正負號 那不用拿紅筆 桃哥拿一個題目啊 簡單來說明 不要拿紅筆 不要拿紅筆 這是兩題 這兩題 不要拿紅筆 這個沖量就是力量乘時間 力量乘上作用時間 那個三角形 那個三角形 第二他踢的三角形 有受省略掉了 那假設我對他施一個沖量 對他施一個沖量 這個沖量假設正三 就是我出一個力量推他 假設我出三牛頓的力量 推他一秒 三乘一 充量J等於三 我出三牛頓的力量 推他一秒 三乘一 充量就等於三 好 那這時候啊 物體的動量變多少 物體動量變多少 它的動量原先是正二 你對物體做充量正三 充量就是輸入動量 所以變正五 變正五 好 再來第二題 假設正六 我對他施一個充量 好 假設負四 那你猜猜看 磨動量多少 自己想 好 發生多少 正二 你懂 懂了嗎?這是衝量最直覺的觀念 衝量等於輸入動量 那他們都是向量,考慮正負 這樣對那個衝量的觀念懂嗎? 衝量等於輸入動量 接下來不要紅筆,簡單的推論 簡單的推論 先不要拿紅筆 左邊 左邊 先這樣畫 假設它的出速度是V0 出速度是V0,質量小m 然後它的墨速度是V 它的墨速度是V 接下來換回紅筆 我今天出一個力量去拉這個物體 那同時地面有摩擦力 我把拉力跟摩擦力合併成一根合力 讓方塊往右做加速 讓方塊往右做加速 好 接著圖下面從左邊寫起 我從V等於V0加AT下手 從這個地方下手不好 不好的原因是因為 會讓同學誤認為 衝量只能用在等加速度運動 不對 它變加也可以用 那為什麼從V等V0 V等V0加AT下手呢 那是讓高中生容易看得懂 好,結論好 好,衝量啊 不只用在等加速度 變加也可以用 好 雖然我們用等加速度公式下手 我每一項同層小M 好,你往右寫我往下寫哈 我每一項同層小M 我每一項同層小M 接著我做一項的動作 其中M MA 叫合力 MV叫動量 V是末速度 所以這是末動量 V0是出速度 所以這出動量 OK 所以最後 最後一道式子哈 我往下寫好了 最後一道是哈 它可以寫成哈 合力 乘作用時間 等於ΔP 好 這個ΔP 這邊 基本上它就是充量J 好 它就是充量 因為ΔP定義為充量 為什麼定義為充量 就是當年牛頓 你知道牛頓在寫這個式子的時候 當年是怎麼寫 知道嗎 它不是寫ΔP2 它寫J除ΔT 它寫這個 好 它寫J除ΔT 那後來才發現 這就是匯根斯 發現 的MV守恒 這個動量的變化量 它後來才知道 好 請插 這個 所以我們簡單推論出 這個公式 簡單推論出這個公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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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